到高雄的小港機場 今天有一架火航的班機 因為旅客跟空服員說 他的身上有手榴彈 結果造成了班機緊急停飛 影響了180位旅客 從照片當中可以看到 好幾名警察在機場裡面來進行檢查 那麼空姐是拿著手機不斷的正在進行溝通 乘客都在一旁等候 而今天上午原定在9點45分 飛往日本沖繩的一架班機 有一名旅客跟空服員說 他的身上是有手榴彈的 導致班機緊急停飛 延後了兩個小時 在安檢過後 證實是虛心一場 才結束了這場鬧劇 那飛機最後也順利在11點41分起飛